虽然当下的中东局势越来越紧绷 但是特朗普依然摆出老大哥的姿态 继续以强硬的口吻警告伊朗不要想报复 那前天特朗普在推特放话说 美国已经瞄准了伊朗52个目标 还暗示部分被锁定的目标是伊朗的重要文化遗址 如果对方要保住这些地方就乖乖的不要轻举妄动 特朗普这一番带有威胁意味的言论溢出 伊朗通讯部长就在推特发签文谴责特朗普 根本就是一名穿西装的恐怖分子 跟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ISIL 以及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根本没有半点分别 并且批评美国没有勇气和伊朗进行军事对抗 虽然美国没有进一步说明伊朗52个被锁定目标的地点 但是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如果真的把伊朗的文化遗产 设为攻击的目标地点的话 不止伊朗境内 全世界也都会对美国的行动感到愤怒 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波斯波利斯 是古代伊朗波斯王朝最瑰丽璀璨的古都 一座座古老又神圣的雕像 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壮观 然而这些传统文化遗产 却意外成为了美国军事潜在的目标 一名德黑兰的分析员认为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遗址 都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如果特朗普真的采取行动的话 就是代表着与世界为敌 甚至一位塔利班当年 这会把美养达付为例 这种类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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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类文化遗址 特朗普说要攻击伊朗的文化遗址 显示出它的霸道狂妄 那完全不把国际法律放在眼里 事实上 习近文化遗址 就是公然违反几项国际条约的 早在2017年 联合国就通过议决 将会把这个摧毁文化遗址 包括破坏宗教场所跟文物的行为 定义成为战争罪行 联合国认为 这种毁坏行为 摧毁了人类的共同记忆 让古迹的价值 没有办法被传递给下一代 这形同是对整个人类的攻击 所以特朗普在推特暗示 要摧毁伊朗文化遗址 很有可能就已经触犯了战争罪行 虽然说有关的议决 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通过 但针对损毁宗教 跟历史建筑相关的案件 在国际社会上 是早有定罪首例的 在2012年 西非国家马里极端武装组织 伊斯兰卫视成员麦赫迪 在占领通布图期间 就摧毁了九座陵墓 还有一间清真寺 结果遭到国际刑事法院裁定 触犯战争罪行 被判处九年徒刑 换句话说 特朗普如果真的 跑去炸掉伊朗的文化遗址 就算他真的过得了伊朗那一关 他也未必逃得过联合国的制裁 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什么呢 联合国当初 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议决的时候呢 特朗普政府是表态支持的哦 但如今转个头 却扬言要摧毁人家的文化遗址 那到底这项国际条约 是不是能够绑得住 特朗普这一头脱家野马呢 我们就要看特朗普 疯狂到怎样的程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